字幕製作者 君彭 這個小山丘 上面那些土裡面 全部都埋了很多的 垃圾還有肺部 小黑 嗨大家好我是小黑 我是老頭人 我們現在來到桃園的新街西河頭 為什麼我們會來這裡呢 因為前天的時候 有一位網友來到這裡之後發現 哇這邊好多垃圾啊 所以那些網友在把這個照片PO上網之後 環保局啊馬上派人過來去清理 有很多的志工然後清這些垃圾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那位網友前天所派的照片 的垃圾到底在哪裡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吧 Let's fire 我們來看看有什麼垃圾 OK啊 不明的布 什麼啊 不明的布 好下一個 地毯 袖子 這是短褲 蠻多衣服的我發現 就是這些垃圾 然後 釣到河裡面 好 我們剛才已經統計完這些垃圾 發現很多都是布類跟衣服之類的垃圾 那很多都從這些土裡面 山丘裡面 野埋的這些垃圾被沖刷出來 然後就跑到我們的河口 看到我的照片 沒錯就是像照片當中那樣子 那政府之後說會進駐大型機具過來 把這些垃圾給開挖出來 開挖之後就可以把它切離掉 但事實上這些都是治標不治本 還是最主要還是要從生活中做起自己 能夠垃圾減量 這樣才不會有很多垃圾製造出來 那我們現在準備要結束了 因為開始漲潮了 我們又被淹沒了 那也就逃不出去了 好那就先這樣了 Let's burn 那個天真的小黑還以為任務就這樣結束了 其實關於飛氣不了的問題 我已經想好下一個任務了